民進黨不可以的是說 這邊喊的叫藍綠對決 那邊用政府的錢去做宣傳 對 這個是完全 要不然你政黨對決 就民進黨拿錢 你這邊說我們是政黨對決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 可能覺得對他有利 因為政黨民調 民進黨比國民黨高 所以他就如果把基本盤都摧出來 我會贏你 但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拿政府的錢 那政府應該是中立的 有一點就是說 比如說核氏 因為核電的 核能的觀念跟以前是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是非常反核電的 我當環保署長說當場 我是環保署長 國民黨好伯村時候的環保署長 我公開挑戰經濟部的核電政策 我公開挑戰台電的核電政策 但是這麼多年是有改變 它這個不是一個信仰 為什麼 因為現在地球暖化 那時候沒有這個問題 那時候就是核電廠安全 跟核廢料問題 那現在還加上地球暖化問題 加上這個沸線 越來越多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討論 沒有什麼對錯 要來討論的問題 那我也很想去核氏看一看 很多人都說它已經是廢墟 很多人都說它這個是拼裝 我自己學機械的 我專門做工廠 我在台大交流工廠的保養 維護保養 我就跟賴士堡 費鴻太說 我說我能不能你幫我安排 我去核氏參觀一下 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去核氏 我又不是毒蛇猛獸 他們說不行 這兩年不行的 這兩年前還可以 不行 而且一看到說趙紹康要去 一下子 說已經報到經濟部長去了 所以台電人已經搞到經濟部長說 還要在上面去 那我去看看核四有什麼了不起呢 不行還要往上報 那報給誰啊 報給蔡英文啊 後來結論說不行 別人可以 他本來報了一個團 這個團裡面有媒體人 有立委 有我 他們說都可以 就是趙紹康不行 我去看過 就是趙紹康不行 那我是覺得說 你現在既然這已經變成 一個公投的題目 就開放讓大家看嘛 這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不能去參觀一下呢 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核氏那麼爛 管線都破裂漏水一塌糊塗 讓大家看看就知道 絕對不可能重啟啊 讓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我真的在這邊公開呼籲 經濟部應該開放核氏給大家看 就是說贊成的反對的 都可以去看一下 有什麼問題呢 鳳姐 好 其實我是參觀過核氏 其實他們真的是很認真的 到目前為止 我都必須很敢配 就是臺電的這些核氏的人 堅守到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公投最重要就是就事論事嘛 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那為什麼要有公投 公投就是一個題目 大家在事情上面的是非對錯 你喜歡什麼 你不喜歡什麼 大家彼此之間討論 可是當今天執政黨拿著說 這個叫做藍綠對決 這個叫做政黨對決 甚至於不惜去撒紅帽子 譬如說像蘇貞昌滿口的就是說 這些都是老共派來的 要來亂的 我告訴你愛國就是無賴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當你嘴裡頭沒有道理 只剩下去戴帽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 因為李不站在他那一邊 他才敢這樣子做 那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這次的能源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萊豬民眾都有定見 他並不要萊豬 但是呢 在這一個能源這件事情上面 他是一個大議題 我們現在二零二五非核家園的結果是什麼 百分之八十都是火力發電 天然氣再加上煤炭 其實結果會是什麼 我們會變成又昂貴 又不穩定 而且很多產品會無法出口 因為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要求的不只是要高的碳價 而且甚至於呢 其實是你如果沒有碳中和的話 我根本不用你的零組件 蘋果已經要宣布了 就你必須是到哪一年的時候 完全碳中和 否則他完全不使用 供應鏈完全不使用 這是蘋果已經宣布過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 再生能源或者清潔能源的話 那我們的問題就大了 但我們百分之八十都是火力發電 在今年八月十一號的時候 聯合國歐洲經濟事務委員會 發表了一篇報告 他那個報告標題 就已經把他全部的內文的精髓 全部都講得很清楚 他說如果排除核能 國際氣候目標將無法實現 他當然提了很多核能發展的 很多最新的一些進展 其實這些進展核廢料的問題 也是可以一定程度的解決 然後大型核能的一些運輸的一些問題 也都可以解決 所以我們相信再生能源 他的科技進展 可以幫助他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這點我是相信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夠相信 核能現在全世界有這麼多人在努力 最世界精英的一些科學家在努力 其實他是可以解決 我們現在核能所遇到的核廢料的問題 我最後提一點 今年的能源短缺 我提到了是因為再生能源的不穩定 所造成的 那我其實有一點點遺憾 因為中委員其實在民進黨 是非常認真的立法委員 我覺得有一些數字 他很基礎很基本 你只要看過了之後 你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中國大陸一年用的煤炭 三十七億噸 而從澳洲二零一九年進口的不到一億噸 請問一下跟澳洲之間的煤炭 會造成今年的能源短缺嗎 尤其是那個煤炭之間 彼此之間的貿易糾紛 那是去年底就已經開始了 那為什麼不是在去年底就發生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中國大陸說的也不算 然後澳洲說的也不算 你去看看BBC 早就已經說過了 沒有關係 你如果沒辦法正確的去認知 能源短缺的問題的話 那你怎麼可能能夠去解決 能源短缺的問題